台南这间海星宴会馆环保局人员 全部武装大轻销 高雄确诊足迹台南也沦陷 离谱的是确诊者来这里喝喜酒 居然引力足迹 也非常遗憾 有这样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不自爱的人 没有在第一时间跟疫调人员 告知他的足迹 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 市长黄伟哲动怒痛骂 引力足迹实在夸张 案18212是台南一间铁工厂的员工 16号到台南喝喜酒 脱口罩和朋友聊天吃饭 整整四小时中途还去上厕所 可怕的是同桌11人来自外县市 被紧急匡列 21号餐厅停业一天 对46名工作人员进行裁剪 但他明明知道确诊 医疗却完全没说去喝喜酒 是私下打给同桌友人 朋友一听傻眼 通报1922足迹才曝光 万一疫情在此出现破口 我相信台南市民都不会原谅你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非常可恶 证明案18212是20多岁男性 足迹又多又惊人 15号到高雄左营海光俱乐部中餐厅 脱口罩吃饭两小时 隔天又到台南吃喜酒四小时 17号出现症状 还从10号开始连续四天 去健身房一小时 20号裁剪 隔天确诊 下午三点多那边才说 我担心了 高雄足迹烧到台南 确诊隐匿足迹就怕成了疫情破口 台南跟着大爆发 接下来观众邓敏林亦荣 台南报道 出现的 내용 despans 另外 您能吃饭 配饭 尸体 你 disability 鱼 就快点 来 早点 到 了 半分